据统计,今年一季度RCEP协定向下深圳进口货物享贿货值达到1.56亿元,税款减让587.13万元,主要进口商品包括铜制品、塑胶制品、钢铁、机电产品等。 在出口方面,RCEP协定优惠原产地证书是企业享受关税减免、通关便利等优惠政策的关键凭证。 今年一季度,深圳海关共计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3074份,涉及出口货值6.80亿元,减免关税约0.34亿元,主要产品包括香包、塑胶产品、服饰、玩具等。 RCEP实施三个月以来,深圳关区共计8.36亿元进出口货物享贿,其中对日占比超九成。 8.02亿元深圳对日进出口货物享贿。 今年4月1号起,日本将实施RCEP第二次降税,售汇面将进一步扩大。 企业申办RCEP原产地证书热情高涨,业务量攀升。 2022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,增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功能,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城市,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机遇。 作为外贸大事,深圳不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程度,助力企业搭上RCEP快车,提高技术与产品国际竞争力,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。 由于深圳目前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对外贸易规模占整个深圳外贸的比重是超过26%, RCEP协定的成效实施有利于区域间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动态调整,并进一步推动整个高水平开放。 感谢观看